沐浴灿烂的阳光,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大同一中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是祖国的栋梁 这首大同一中的笑歌,是多少老一中笑友内心深处的记忆 对于大同一中老笑,你还有印象吗? 诗笑街一号,曾经多少位老一中学子最熟悉的地方 而现在,新入学的一中同学也许将不再知晓 时光荏苒,2010年,大同一中迁入向阳街心址至今已经整整七年了 2017年12月,大同一中旧址即将消失于我们的视线 在这里,仅以这个视频纪念无数人心中挚爱的大同一中 走进校园,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中校训 崇德树人,博学求真 这句话,每一个一中学子都不会忘记 而现在,老笑已成了开化寺修复的木工厂 闭上眼睛,却还能回忆起遍地撒花的孩子们 他们最近还好吗? 是否还记得曾经在身后默默支持的母校? 这个地方,曾经整整齐齐地摆列着排放着孩子们的自行车 现在却只剩下工人师傅的一辆二八 昔日里拥挤打闹的厕所,如今也破败成了这幅景象 绕过主教学楼来到后操场 再也感受不到曾经洋溢着的那份青春活力 没有了跑调做操的孩子们 只留下了这一片荒芜 抬头看看,教学大楼依然那么的熟悉 却没有了孩子们刻苦学习的身影 墙上的毛爷爷雨露自己也逐渐暗淡 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 却深刻在每一位一中学子的心中 位于操场中央的老槐树,可谓是一中的灵魂 大同一中的校刊也正是以怀音命名 在搬入新校区后,唯一植入的就是老槐树根下的沃土 寓意着我们的大同一中像老槐树一样万古长青 抬头看看,教学楼的门窗都已经被拆卸了 楼内尘土飞扬,一片狼藉 曾经的曾经再也回不去了 我们必须要与他告别 这所百年老校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旧校纸即将消逝 而大同一中会带着这些记忆前行 送走一批又一批的老校友 也迎来一届又一届的新学子 让一中魂深植于每个校友的心中 相信大同一中会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不悔梦归处 只恨太匆匆 以前在这里总觉得时间怎么也熬不到头 虚语之间却只能称他为母校了 刘光荣一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我是一中人,你呢?